据吉姆新闻报道 日前 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一场项目落成典礼 并且公开做出承诺 如果他能够再次当选印度总理 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 那么在他的下一个任期内 将让印度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 一媒报道称 莫迪之所以做出这番保证 是为了给自己的下一届大选 做预热拉票 他还强调 他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增长 2024年之后 印度的发展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其实同样的话 莫迪今年6月在美国就已经说过了 当时他的原话是 印度很快就能跃升成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实事求是的说 印度这些年在莫迪的带领下 的确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在去年 印度还成功取代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更是进一步提高了莫迪的底气 现在全球前四大经济体 分别是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印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大选 下次大选在明年 也就是说 莫迪的目标 是在未来六年里 让印度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和日本 莫迪的目标 其实跟印度国家银行的预测差不多 或者认为 如果能够保持目前的增速印度 可以在2027年超过德国 再过两年超过日本 算下来将在2030年前后 成为世界第三 不过 虽然莫迪的豪言是放出去了 但是能不能实现还真不一定 事实上 印度的GDP一直被质疑 可能严重被高估 或者被西方捧杀 就算现阶段 印度的经济问题也仍旧很突出 比如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人均GDP数值很低 另外 基建 制造和科技方面仍旧跟不上 就连外资对印度的投资兴趣都下降了 这些都可能影响印度的发展前景 而且 不只是印度经济 就连莫迪本人的连任前景 也不甚明朗 就在莫迪放出这番豪言之际 他正面临被国内反对党逼宫的窘境 因为莫迪迟迟无法平息 由种族矛盾引发的捣乱 导致曼尼普尔邦的骚乱 已经持续了80多天 而且局势宾临失控 截至目前导致130人死亡 超过60万人 无家可归 对此 26个印度反对党 联合发起了一项不信任动议案 要求莫迪就骚乱事件给个交代 否则将发起弹劾 要求解散莫迪政府 或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他们已经在7月26日 将相关议案提交给印度议会进行审议 另外 这26个反对党还搞了各一个联盟 准备在明年大选的时候 给莫迪以及印度人民党使绊子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反对党到时候应该会制造不小的压力 莫迪已经大骂 这些人眼里没有国家了 因此 不管是成功连任 还是让印度成为世界第三 对莫迪来说都还为时过早 提前放出豪言壮语 结果也可能是空欢喜一场 就像印度 当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高兴了三个月 结果发现 7月份的人口数量 又被中国反超一样 而且 即便印度成为世界第三 与中美两国 也还有很大的差距 短时间超过是不可能的